雕菊花成功赶走还没和蔡素芬之后 就跟着谭道柜走了 在原著中谭道柜也是卖假酒的 不过在书中他的生意比电视剧中做得大 谭道柜与雕菊花在一起之后 就带着雕菊花去韩国做整容手术 雕菊花回来之后的样子 就连当爹的顺子都快不认识了 紧分着 他跟着谭道柜走了 去享受生活去了 几个月后 雕菊花哭着回来了 这次他演的这出叫凤环超 原来 他跟着的谭道柜因为范假酒被抓了 看了十年 现在的雕菊花因为美容真跟不上 所以脸变得比以前还丑了 不过 他还是有一样美变 就是那道脾气 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 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